曾经拿下金马奖最佳编剧等等三项大奖的导演陈金仪 她记录了编舞家林立真的无垢舞蹈剧场 深入山林创作的历程 这部影片叫做《落花春泥》 短短三分多钟的影像呈现出创作者的坚持和付出 林立真曾经在2002年被欧洲最重要的文化艺术频道 评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八位编舞家之一 带着舞者长途跋涉深入山林中的无人禁地 她是舞购剧场创办人 曾被欧洲舞台评为世界八大编舞家之一的林立真 台湾剧场不多啦 没有资源之下 她一定要有很大的热 还能做得下去 我是感觉你 像我们这代做剧场的人 我现在回头再去看 能够继续下来 都是早期很辛苦的 就是没有什么资源 不是说你能力多强 大部分都是没资源 但是她还愿意做下去 从未失成任何舞蹈大师及舞团林立真的舞作曲才自台湾底层文化和达自然 在艺术上呈现出的独特风格屡屡受到国际舞台的肯定 要跟大自然结合在一起才会漂亮 那种就是在平面的舞台 它是不太可能 记录片导演陈欣怡2005年开始记录舞狗剧场和林立真 当时的作品落花春泥一举拿下了第九届的国家文艺奖 如今在以电影分镜的概念记录舞狗将作品场景置于大自然的创作历程 同名作品入选2014年新北市记录片十大优选 也为带离剧场黑盒子的舞作创造出一种新的视觉与会 谢谢大家